1.100m 1.1 我們一次來介紹即將登場的選手 首先是來自韓國的李軍瑞 然後是來自比利時的選手德斯米特 選手之三 選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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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克克文 接下來 頭戴著一號頭盔的奪冠大熱門 選手之一 選手之四 選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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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荷蘭老將克奈格特 在剛剛的半球賽當中 發揮得也非常穩健 下一位來自意大利的選手 盧卡在半球賽當中 發揮得很出色 很拼 長時間的領華 也換來了一個決賽的席位 加拿大的本土選手 帕斯卡爾迪昂 也迎來了現場上大量的歡呼聲 最後是來自土耳其隊選手 阿卡爾 可能從實力角度來講 在這一組選手當中 他是偏弱的 但是靠著敢打敢拼 在半球賽當中 因為被碰撞出場 得到了一個判罰 晉級到A組決賽的席位 讓男子A組決賽一共七位選手登場 在這位為民主的選手 並且財布的選手 在這位為民主公主人 比賽一上來呢 多瑟米特在前面領滑 但是也是回頭觀察了一下局勢 沒有把速度帶起來 不過已經開始有任何動作 帕斯卡爾 迪昂加速 身後的阿卡爾跟著他就上來 阿卡爾其實很明顯 知道自己在這一組當中 實力的狀況 比賽對他來說 就一定戰術上要敢拼一些 但他有個類似想法的可能 就是現在在領滑的盧卡 他的半球賽比賽 就是靠著一路拼下來的 現在他又在前面領滑 盧卡 帕斯卡爾 迪昂 阿卡爾 現在三人在最前方的位置 速度也是被比較快地帶了起來 李俊瑞現在也是靠著加速 來到了第一位 還剩下八圈 但是剛剛在 這一下很危險啊 盧卡想超越的過程當中呢 感覺踢得冰了 突然摔了出去 並且在摔出去的過程當中呢 他這個摔出去的方向 正好切著場地過去 對正在行駛的大部隊啊 險先造成一些影響 而現在還剩下最後的五圈 這邊德斯米特在最前方領滑 身後是帕斯卡爾迪昂 李俊瑞 劉少昂分別在三四位 完成超越 先是帕斯卡爾迪昂上去 然後李俊瑞想從那道超越 但是被德斯米特卡中路線 沒能上去 劉少昂開始加速 還剩最後的三圈 連續從外道想做超越 看看能不能上去 先是超越李俊瑞 然後又擠在了德斯米特旁邊 還是有速度啊 這個彎道過來之後 連續的超越 連帕斯卡爾迪昂都被甩在身後 現在已經來到了最後一圈 劉少昂 大幅度的領先在最前方 讓我們看不到身後人 追趕他的希望 競爭的位置只在第二位了 帕斯卡爾迪昂還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德斯米特在第三位 劉少昂 這場比賽還是展示實力啊 中間連續超越 從第四位上來 過掉李俊瑞 到了德斯米特的身旁 這一段時間拼得比較兇 德斯米特不想讓出位置 但是劉少昂從外道 還是靠著絕對優勢 一路超到了第一名 我媽的一路超越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 刘少昂在第一位帕斯卡尔迪安 在第二位 德斯米特在第三位